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除了巴哈马之外,中美洲也有很多私人岛屿位于加勒比海地区 今天分享一座位于伯利兹的巨型私人岛屿,Water Key Water Key位于伯利兹市东南11英里处,约20分钟的船程 这里距离世界第二大宝礁,伯利兹宝礁不远 是浮潜,潜水,钓鱼和划船游览的理想场所 同时它靠近深水通道,是游轮码头和入境港口的理想选择 甚至可容纳两艘创世纪及客船同时当访 Water Key度假村包括一个约10英亩的私人海滩 大约1000英尺的沙湾线,足以同时容纳约1000名游轮客人 岛上竟有伯利兹最大的Plava结构 一个座为中心酒吧带有内置座位 旁边是有洗手间设施、淋浴和更衣室 另一个则作为用餐区,配有厨房 目前该度假村处于闲置状态 但可以在几天内开始运营 岛上最多可以容纳18位客人住在几栋建筑中 包括一栋可爱的两居室房子 一座水上平房和看门人小屋 岛上还可以提供包括滑桨冲浪、浮潜、滑独木舟 沙滩白球和烧烤等在内的活动 码头设施已建成,可同时容纳多艘船只 岛上的基础设施包括一台20千瓦的发电机 一座60英尺高的分车塔 2万加轮的储水箱、管道、海水淡化设备和一口淡水井 可以为客人以及大型建筑或开发人员提供服务 该岛目前仅开发了10英亩 还有540英亩有待开发 因此也吸引了大量的开发计划 现有的建议包括三家酒店、一个码头、飞机跑道、高尔夫酒厂、网球军论部、商业村和可建设豪宅的单户建筑地块等 然而,该岛真正的价值在于其大小和靠近海峡的绝佳地理位置 因为其位于伯利兹的深水通道和主要航运通道 允许通过伯利兹的大宝礁 海峡的入口位于该岛东南2.8英里处 海峡本身沿着岛屿西海岸延伸 距离只有2800英尺 这位该岛提供了直接进入深水的通道 并为该岛西侧开发邮轮或游艇港口或码头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莫德基所处的伯利兹大约44%的人口是玛雅人和欧洲人的后裔 也是中美洲唯一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当地政府也非常鼓励外来投资 你可以以个人或企业实体的身份购买岛屿 此外,伯利兹政府提供了许多激励措施来吸引外来投资 例如免征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 允许土地和公司资产 100%由外国人持有等 近年来,前往伯利兹的游客数量每年都有两位数的增长 这是西加勒比地区最好的岛屿投资机会 Oderkey为永久产权 目前正在出售中 售价为1200万美金 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